上海曾经三不管坑坑洼洼的废弃地方 如今改造后让人流连忘返 大家好 床秋库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的朋友们 视频中的这块地方 位于虹口和宝山交界处 以前这里铁路纵横 河道穿梭 全是烂无泥 有一塌糊涂 可以说是一块三不管的废弃地 而如今这边已经是发生了华丽的转身 变废为宝 变成了一座人见人爱的公园 那么它的名字叫做彩虹湾公园 就在赫赫有名的彩虹湾洞迁基地旁边 整座公园非常袖珍 可能兜一圈都不用五分钟 但是这两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游客过来打卡 很多人甚至称这边为人间仙境 整座公园里面有超多种的植物 像大规格乡张 美国红芬 北美芬香 德国鸢尾等等 如果是秋天90月份来的话 这边还有一大片的粉袋 非常的beautiful 也是这边的一大特色 因为植物的多样化了 彩虹湾公园也曾在2021年获得过上海市十大特色植物公园的美称 除此之外 这边还有观光栈道 水池 雕塑 等等景致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观光栈道 我们看到有很多大人和小朋友住在这边 仿佛在看看河里有什么宝贝 我们看这个观光栈道和旁边的水池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平面 确实非常有特色 当然也方便了这位刚刚啃好鸡爪的耶稣洗洗手 景色真的是没得说非常的纯天然 仿佛来到了一片原始森林当中 彩虹湾的绿石真的是非常丰富 而且都是长得很高的这种绿石 千姿百态 公园你看离后面这个洞牵基地彩虹湾非常近 就在旁边确实整个公园也不算大 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你看它上面一根根这个 估计也是表达彩虹湾公园彩虹的意思 各种颜色相比较原来一块烂地 现在确实变化非常大 成为了彩虹湾冬天基地这边一个非常休闲的取出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来过彩虹湾公园 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下位